吃自助餐 夾好配菜 再點碗白飯 但業者最頭痛的是 開市的第一個客人 只想買白飯 大哥還要拆頭這樣子 不要只買白飯 對啊 開市有禁忌的 還有一般公司行號 像是貨運公司送貨到店家 絕對不能在早上收款 通常會和店家協調 早上十點之後 或是下午兩點之後再收錢 因為還沒開市賺到錢 就要被收貨款 業者就怕觸眉頭 有網友分享 這是真的會被老闆白眼 也有人說以前的餐廳 還沒接客 廠商就來收錢 真的會整天不順 因為一般公司行號 未開市就先支出 會觸眉頭 自助餐開市 最好不要只點白飯 業者怕沒得賺 白貨專櫃第一個客人 千萬不要只是退換貨 沒有買 就怕影響業績 機車行也要避免打氣 免費維修 感覺一整天都會做白工 盡量不要第一個客人就做白工 有一點那種 一整天好像就會比較不順的感覺 機車輪胎灌風打氣 或是調緊煞車皮 機車行一般都會免費幫客人處理 但開市的第一個客人 業者會著收個五塊十塊錢 破除禁忌 希望第一個客人有購買的 購買產品的心 這樣子整天的業績 我們也會覺得很順利 除了開市禁忌 掃地也得從外面掃到裡面 免得把財運掃出去 還有業者就怕沒人潮 會噴灑帶有鳳梨香味的香水 希望鳳梨能待望業績 畢竟開店做生意 就希望能大吉大利 避免出敗不成文的開市禁忌 影響一整天的業績 三星 黃旗超 黃佳萍 歌手播到